各位觀眾,女巫出現,今次被女巫追 追著我和東印表妹,究竟搞哪一科? 話說最近漫谷,有了一間新的女巫主題咖啡店 裡面美得死,死了 別以為今次這間咖啡店又是一些大品牌 甚至乎在商場百貨之內,其實在民居之中 真是不說你絕對不知道它在哪裡 充滿夢幻和創意 今時今日開咖啡店的東西好吃已經不再賣點了 一定要歌出其謀,搞鬼搞馬才吸引到人 這間絕對是古靈珍貴咖啡店的表表者 所以今次就要帶東印表者去採訪 看看他們吃的東西,猜不猜到這是什麼? 是狗室,狗室 說明在民居之中就是這裡,即是哪裡? 不知道,一會兒告訴大家 你看看,在這些平房之中 在宅巫之中 真的不說你也不知道有一個這樣的地方 這些地方通常都是較為草根和平民百姓的地方 但想不到在裡面竟然有一個這樣的咖啡店 進去看看你就知道,必有洞軒了 大家好,我是中虎胡遺聰 我是東印表姐 今天我們切身於Icon市飲對面的ICS商場 後面的這個位置 這裡是民居之中,但有間很正豆的咖啡店 嘩,主題好得不得了 好難找的,但都被我們找得到 老婆,你不說話嗎? 蛤? 你說,我裝這件衣服 我忘了裝這件衣服 快點說 那你為何穿得一件金銀衣紙 有原因的 這件衣服其實在幾年前曾經上過報紙 上過頭條 當時我在San Paragon商場 拍到這件衣服,金銀衣紙 特別放了上網 然後很多媒體就分享出去 分享到鋪天蓋地 後來我會覺得 為何要分享出去又不明白我 不要緊,我買來自己穿 之後每逢街設 即一些特別的時節 特別的日子 特別的地點 我總會穿它 你知道金銀衣紙就很有靈魂的感覺 配襯了這裡 這裡的主題是什麼? 這裡的主題是女巫 沒錯 但是女巫和金銀衣紙 是兩樣東西 都不算是兩樣東西 都是靈異鬼怪 只不過是中色和西色的原因 馬上將這個女巫的世界才行 門口這三位 就是他們的工作人員 哇,女巫啊 哇 然後裡面還有很多東西 不過大家可以在這個位置 挑選一些衣服、面具 這樣就可以百分百頭 這個女巫世界了 這裡的門口還有一個架 放了很多衣服 可以選一些衣服 進去裡面拍照打卡 讓我先選一件 這個色是否配襯我 你當然是配襯 更加配襯我的就是這些面具 有這些面具 任由人客借來戴 這樣就很容易和其他人有肌膚之襯 是的,看你介不介意 我就不多介意 因為你知道 樣子是不是都差不多 未進去才興奮 進去還會覺得 嘩 就去了哈利波特主題樂園 不過重新一次 這個主題不是哈利波特 是毛婆 是女巫 雖然就快萬聖節 但這間餐廳 就不是和萬聖節有關 是長年旅月 都這麼多女巫 女巫主題 吃的東西都相當古怪離奇 大家看看這些蛋糕 哇 多虛 沒錯 多多湯 還有這些 刀的 菇 這些 古靈精怪 還有 哇 骷髏骨頭 全部都精心效製 哈哈 吃些什麼好呢 嗯 你們看看這裡的裝修 燈光 這麼漂亮 不說也不知道 在這些民居中心 會有一間這麼特別的餐廳 這裡真的適合拍照打卡 哇 你們看看這裡還有這麼大的鍋 讓你假裝哈利波特拍照 嘩 什麼來的 什麼來的 這間女巫主題咖啡店超新的 你知道新成怎樣嗎 是剛剛9月9日才開的 是啊 9月9日才開 超新的 裡面吃的東西相當有趣 像這些食物一樣 序型賣相 嘩 多嚇人 你想吃什麼呢 嗯 不如叫人介紹一下 好嗎 那你叫吧 蝦英 不是這樣叫的 要這樣叫 真的要這樣叫 為什麼要這樣叫 為什麼要這樣叫 來了來了來了 我原來真的要這樣叫 如果要叫就要這樣叫 就叫做 你覺得是誰呢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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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餅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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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湯媽, 花湯媽什麼? 這個湯媽媽, 我可以買到這個湯媽媽。 湯媽媽媽, 湯媽媽。 湯媽媽。 我們有一個人的食物 我們有要做好 所以我們會做好 讓我們做好 我們可以做好 我們要做好 我們要做好 你會做好 這就是我的食物 好 我會做好 我會做好 好 我會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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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刚才说的好笑 他说那些头发是他妻子的 是病了倒饿床上五个月 然后就用来做 他喝了之后会不能动的 就会变成他妻子 但一会后他会复免中 他说的很夸张很过励 他还说了些什么 他说这些东西是可以变成你想变的人 你想变成谁就用那个人的头发 所以他想他们变成他妻子 他就用他妻子的头发给我们吃 真的有趣 好不好喝呢 真是 有什么味道呢 我先试试 有些药水的味道 但挺粋味的 有点柠檬味 挺有趣的 有趣的 但好不好喝呢 其实其次最重要是有坚密 还有好玩 你尝不尝 不用了 我怕烧完 我们喝完了 变成我了 变成我了 除了饮品比特别 吃的食物都很特别 刚才看见有些 脖子 一些摘梯 其次还有咸点 这个来自外星生物 是什么 這是薄荷醬炸雞 薄荷醬炸雞 打開它才行 嘩 顏色很肉酸 真的很耐心 但價錢是199元 這個不是藍血人 是綠血雞 綠血雞 顏色真的 真的 挺好吃的 嘴唇變綠色 甜甜的 用女模來試試 你不用? 你弄一下嘴唇吧 看你的樣子 吃完鹹點到甜點 今次要吃的不是這個 是這個 是這個 泰文 泰文是血馬 即是狗塞 專門吸吸狗血的狗塞 吃狗塞 吃狗塞 這麼大的狗塞 裡面會不會有血呢 好難湯 有質感 原來是士多啤梨蛋糕 真的有血滴出來 有血滴出來 哈哈哈哈 這個不會很甜 試試 這個很好吃 質感很不錯 不是像一般的蛋糕那麼簡單 真的很硬 真的很硬 嘩 嘩 嘩 真有趣 價錢三百多元 嘩這間餐廳 咖啡店真的有兼密 由員工打扮 到周遭的佈置 甚至食物都很有兼密 很難擠 而且還要不僅僅 復節 鬼節 或者萬聖節 甚至是長年 很棒 一定要來光顧一下 我們再看看這隻狗塞 雖然好吃 但說真的 挺醜 而且很醜 咦? 跟著這位女巫做甚麼? 原來有美食提供給我們 放進盒子裡 跟著你想怎樣? 你搞甚麼? 這麼辛苦? 這麼用力? 搞甚麼東西? 原來要搓它 怎樣搓? 有步伐、有造型、有氣勢 這樣搓,搓甚麼呢? 聽她那次搓不夠 姐妹出場 這裡搓得更重要 簡直呼天蓋地 搓完之後,跟著當然是甚麼? 哇,好搓啊 這個很有堅密 它說是臭味味的薯條 味道如何? 你搓在那裡,你搓吧 是真的有些異味 但是否屬於臭味呢? 是真的嗎? 是真的嗎? 它說甚麼? 是真的嗎? 他說是臭味道 是真的嗎? 不是吧? 你覺得如何? 我們來嘗嘗一下吧? 聞到一股味道已經不想嘗了 是嗎? 是嗎? 又不會有那種味道 三日小事 我這隊有這隻片日 連女巫都怕了你 其實已經穿過了 不用再故弄完 可以用一些恐怖音樂 我知道 所以就換一些有趣音樂 因為這間餐廳咖啡店 都真的挺有趣 這次不玩恐怖 玩有趣 剛才幾乎忘記跟大家說 這間小店分了樓下樓上兩層 兩層都有座椅 不過地方不太大 我們去的那天是閒日 星期一 星期一都坐無虛席很多人 如果那星期五六日 更加沒有位置坐 沒有位置坐 要蹲在這裏才行 所以大家收拾 如果要光顧 最好選擇閒日 嘩!未完 有些Youtuber在拍片介紹 看到沒有 不要再說我不教大家 怎麼去 這次從店鋪走出來 走出來 走出來大家給大家看 用了朋友號幫忙拍攝 一邊跑 他一邊拍 嘩!穿過行 然後轉左 麻煩 對,轉左 走走走走走 東任表姐跟我一起瘋 而且女巫又跟我們一起瘋 一起瘋 對,最緊要夠瘋 一路跟著這裏跑 走走走走 跑跑跑 轉右 前面就是大馬路 Icon視野就在對面 所以大家知道怎樣來 再不是上他們的Facebook 就有詳細資料了 Facebook的資料在哪裏 完了這段片 你就會見到的了 麻煩一下女巫 咦?女巫不是會飛的嗎? 會騎數碼的 哈哈